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神》 真的好累 快吃脱了 生孩子累 没想到接生也累 真的不容易了 妈妈真的很伟大 你回去要好好孝顺你妈 还不走 好累 拉我 你很甜 走了 我真的很累 要这样才有能量吗 要什么东西 好 姐 来了 李珊 Dr. Chao 你们不错吗 什么不错 在家外接生 我都没有碰过 那我们算是很幸运 李珊 全部都好吗 是 谢谢你为我和我的孩子 别忘了 圣诞 别哭 你的孩子很可爱 我肯定你年轻的时候 他会比我更帅 好了 让他休息吧 我们先出去 等一下 李珊 你还没有告诉我秘密吗 我 我不可以告诉 那我会召警官吗 不 不 Ciri疼 李珊 李珊知道 你知道 只有我不知道 我只是比你早一点知道而已 姐 你不知道 还情有可原 可是我一直都在爸身边 他是怕我们担心 故意隐瞒的 难怪爸这半年不是去教课 就是去研讨会 比较少替病人做手术 他在吃药控制病情 只不过到了中性阶段 他的行动会越来越不方便 爸现在这样的情况 要嫁他回来吗 算了吧 都不知道他现在跑到哪里去了 电话不接 简讯也不回 他偶尔还是有打电话回家 我们通电话的时候我话还没说完 他就挂电话 他就怕被你念 我打电话 不错 很细心 我终于可以放心了 姐妹胡说了 发字都没有一撇 何止一撇 一书都有了 还不承认 谈恋爱就谈恋爱 大方一点 都什么年代了 姐 不要老说话 我们还要做同事的 别搞得磨磨不自在 我买了汉堡给你们吃 我不吃了 不要恶坏我妹 什么时候有空到我们家吃个饭 吃饭 好 那我先走了 再见 再见 Dr Chow 我说 姐妹不是你弟弟 总算还你爸一个清白了 你应该开心吗 吃吧 我没有什么胃口 吃到这个秘密更震撼 终身疾病 你不要担心 有我在 为了你爸 你要我做什么事 我不会说你不 那如果需要你的心 你的肝 你都会给吗 我的肝已经捡走了 那你的心呢 心 不是在你那里吗 油腔滑掉 我找死了 对不起 我处罚自己 你抬头 过来 好 你吃薯条 东东 别吃 Dr P在给你看病 可是我很饿 好 等一下带你吃披萨 好吗 好 叔叔 基本上让她肺没有问题 后咙也没有发炎 只是 凌食要少吃一点 我这个孙女跟我女儿一样 优点就是不挑食 缺点就是贪吃 其实小孩子的饮食习惯 要从小开始培养的 尽量给她吃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 就可以了 以前我管不着 以后我会好好盯着她的 好 本来我要飞北京当陪毒阿公的 女婿走了之后 我女儿一个人要工作 要看孩子 真的是太辛苦了 还好她的餐馆肯把她调回来当经理 那很好 以后可以帮忙照顾了 我身兼母职 我女儿还要过一阵子才能飞回来 正好贵文她们搬出去了 有控房 总之你放心 她只是流鼻涕跟咳嗽 吃点药应该很快就没事了 可以不可以拿点退烧药 她都没发烧不需要 立即 药不是这样给的 没有发烧真的不需要吃药 可以不可以要点喉糖 我要常美口味的 我给这个可以 以防万一 过一阵子你们夜间就不看病了 万一半夜统统发烧喉咙咙痛 怎么办 好 我给你点药 如果她有发烧喉咙咙痛 大家回来见我 好 一滴一滴 记得 多喝水 多休息 少吃零食 那我没有 那就是我可以吃烧喉咙 可以 好了 就可以吃 Dr Bay 一元一半 没有咖啡啊 我泡给你 嗨 咖啡咖啡 好 我现在就走 怎么今天大家都怪怪的 谁叫你把手机号码给了Madam Lau 有问题吗 没问题 就是没有乐隐私 这样 对吧 对 就是这里 对 好 是这样子 好 那如果明天还在流鼻血的话 你来看我吧 刚才从你身后走过的女人是谁 没有 没有人 你看错了 我没看见是Sister Ang 你们同居啊 你累了 你真的看错了 所以Madam Lau说的是真的 对 他们是The Best CP A和B 怎么可能同居 还会是假的吗 大家都看到了 连吃东西都一人一半 不信的话 你去盘去看 可惜你是Sister Q 离ABC很远 很难轮到你 谁叫你不是Sister D 我Sister E 你是Nest Jean C咧 你有机会 我还是比较喜欢小鲜肉 Uncle不是我的菜 还是留给Q吧 还不去做工 医院花钱请你们说八卦 我去玩 你多 我去厕所 你多多少个人 还不得多 你多什么 有机会 你多多少个人 你多多少个人 肯定吃不消 等多到十二点了 还有这个 差一点忘了 你要搬家 是不是因为同事说了什么 你真的不用在乎大家的眼光的 我们认识那么多年 我们两个都坦荡荡的 人言可畏 你不怕破坏你的名声 我真的不介意的 所以你跟梓睿真的不需要搬走的 我有自己的家 搬回去住 你所担任的 我明白 我不是不让你们回家 只是梓睿还小 有我在可以帮忙照顾 爸 医生 你一整天待在医院 你有多少时间在家 只要你跟梓睿开口 我一定在的 喂 妈 我托你买这东西买了吗 你交代我帮你扣买的东西 我都办好了 你给我照顾萌萌 特别累 需要补一补 我也买了一盒给你 你平时很少运动 吃了可以帮助学业循环 你真有我的心 好 再见 谢谢 吃之前要注意看有没有骨头 你看 这块很大块 小心一点 来 吃 静静 你喜欢喝汤 多喝一点 真的要多喝一点 明天开始就没汤喝了 那你也要多吃一点 妈咪 吃完了后 我们可以去买东西吗 你要买什么 我想买玩具给萌萌 好 我也可以顺便帮大妈买糕药布 所以拿假是要去冰城看萌萌 我还以为你们要搬走 学校放假 梓睿也想念大妈 你放心 我已经答应苏梅要好好照顾你 我还得留下来为你做饭的 是真的 好菜好汤是很重要的 我想一想 我很久也是没有看萌萌的 我想买一份礼物送给她 你这么忙 让我来帮你买吧 有你在真的很好 能够煮好东西给我吃 又可以帮我做那么多东西 喂 我都说猝死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来这里做什么 快一点 多 둘 刚到啊 是 怎么一个人啊 gar 大本 你不是应该早就到了吗 我躲了很久 找不到地方 幸好遇到Dr.B 没事 你精神不是很好 是不是因为Dr.Sol突然走了 你做完学不好 对不起 我应该陪你一起来的 我们当医生的 碰过很多生离死别 可是好朋友突然离开 还是很难接受 看见YT躺在棺木里 才相信他这么说 年纪轻轻的 那么健壮 真的没有想到会在健身行出事 这次回来YT是说要出来吃顿饭 结果一拖再拖 现在连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 他们是高中同学 一起选读医科 当兵的时候还在同一个单位当军医的 前两天 YT还在当兵裙子里发录音开玩笑 我在满脑子里都是他的教师 你记得吗 以前有个小病人叫Roy 我还转接让你跟医生师傅帮他动手术 Roy 那个十岁小男孩 乳内动脉颅破裂 常扭结 你跟YT的手术是同一天进行的 你忘了 一年多前的事情 你记得吗 不好意思 喂 什么事 胸口有点痛 有点紧 还有什么症状吗 你带他过去医院 我给他看看 好 再见 我被人出使 有什么事你召唤我 我们再聊 你还好吗 我觉得你有点心神不宁 是吗 可能太累了吧 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 老师不能集中精神 不管工作还是情绪 要学习怎么放松 从国外回来 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不要给自己这么多压力 好 我回去医院吧 你蹬什么蹬 是你先撞到我的 不会道歉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她心灵不是很好 我心情也不是很好 我撞你 要不要 你不要过分的 算了 没事 我没有错 算了 你想怎么样 你想怎么样 算了 算了 好 不好意思 是我们的错 对不起 好 这辆脚车是我新买的 现在被你弄坏了 当然要赔啊 不赔 我就报警了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来这里做什么 你也在一起谈完 现在终于讲完 你们要终于讲完 就下班了 我去剩下班 你也在一起谈了 因为你会来 你去安排阳 我就把理机谈了 你现在已经连事了 你去安排阳 然后又体验 你去安排阳 不用了 我会自己去找他 我现在就想撞进处理父亲的事 有你看着 爸 我就放心了 不承认生病都不行 这么多人关心 爸 以前是我太初心忽略了你 你不要紧张 平常性看待就好 爸 看到你这样子 大家都好心疼 人老了 病痛 总会早上门 性情会影响病情 爸 要继续保持这种心态 看看经过 多冷静 爸 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 或者是想见的人 我明天就去探望你接生的宝宝 明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人 回不回来 就看他心里有没有这个家 有 一定有 这家很新鲜 爸 你也试一试 我帮他剥 今天我也要 我帮你剥 去 我还是要要哪儿 我才能吃 来 来 看我 你 来 偷东西 偷东西 是我了 大妖怪 烦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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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努力让美梦成真 以为描述挥春 什么都可能 但是现实参与我们是人 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 与父一日也赴一夜没有尽头 换来全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 一生不是神 我们也是人 在我的小路背后需要提亮的时候 你只要记得 我心仍沸腾 爱跑里的我 也爱使命的我